應該是列為他們的考慮 同時我們呼籲各界重新把這個當初民間提出來的意見 要放進去 各位想一想看 我們在談媒體壟斷 就必須給其他類型的媒體 或者給不同盈利之外的非盈利的可能性的傳播產業 要給他一些機會 但這些機會光靠所謂個人的捐助 光靠所謂慈善家的慈善捐助 是不太可能建構一個完成健全 而且制衡的一個媒體結構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 新聞多樣化多元發展基金的意思 或者媒體多元發展基金的意思 是給這樣的一個媒體生態 一個必要的也就是剛才洪教授談的 黨政軍裡面政府以必具治療的原則 提供這樣的一個基金 來扶持這些傳播產業 或者媒體產業 那麼我們整個生產都多元化 那他們做什麼事呢 非常多 我過去這個部分已經發表過一篇文章 他談的就是譬如說 我們可以協助公民跟專業新聞工作的教育訓練 請告訴我現在誰在做這事 推動關於新聞產業發展的調查研究 請告訴我國外有這麼多的機構在做這些 有助於我們理解的事情 但誰在做 那最後以及支持像獨立公民社區等 足以反應社會多元觀點利益的媒體 這些東西是沒有抵觸新聞自由 不用太擔心的 其他國家過去已經在做 有的是現在也都正在嘗試跟規劃 我們台灣為什麼不做 我是議員發言到這裡 謝謝